随着加沙北部的医院遭遇灾难性轰炸,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持续到第13天,加沙医院被炸,必然会推迟以色列要发动的地面行动,不过就目前的态势看,以色列并没有取消地面行动的打算,而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的访问,也并没有给局势降级,美国的态度更像是来拱火的。 联合国发起的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,以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,也被美国一票否决,美国给出的解释是,这项决议没有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,说白了美国就没打算让以色列停火,而是要彻底铲除哈马斯,以稳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压倒性优势,那么在美国的支持下,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,会不会演变成区域全面战争? 第一是目前以色列已经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北部交火,以色列发动空袭,真主党发射火箭弹,甚至利用狙击枪,摧毁以色列设置在边境的监视设备,但是双方之间的战斗强度并不高。 真主党目前的行动更具有象征性的支持哈马斯,还没到和以色列全面开战的地步,而叙利亚方面的什叶派武装,对以色列的打击也只处在袭扰的强度,也完全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。 所以在以色列没有发动地面战争之前,谁也不知道以色列和周边国家会不会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。 第二是美国的无条件支持,显然会让以色列有恃无恐,地面战一旦打响,美国必然会给以色列预警和情报支持,甚至会有特种部队直接参战,因为对于美国而言,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速战速决,而不是像俄罗斯一样陷入战争一谈。 但是目前以色列军方乃至内塔尼亚湖都表示,会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将成为长期的战斗,也就是说以色列自己也没有把握,在短期内打赢乃至铲除哈马斯。 如果以色列陷入长期作战,那么区域外力量就可能渗透入袈裟给哈马斯支持,纵使不会发生区域全面战争,以色列也会掉层皮。 第三是美国的态度必然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不满,毕竟联合国的要求非常合理,是要求暂时停火,给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,就连英国也只是投了弃权票,美国竟然给一票否决,美国很清楚,如果让以色列停火,那么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连续性势必会受到影响,更会打乱以色列的地面战计划。 显然美国目前的态度是支持以色列发动地面战的,就目前的中东格局看,美国需要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来制衡沙特和伊朗,而且美国目前的情报,显然已经评估了伊朗的干预议员,以及沙特的可能性反应乃至埃及可能做出的反应。 只有确定这几个国家不会有多大的动作,美国必然是要支持以色列到底,那么美国这一次为何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? 美国对巴以冲突的态度就是建立两个国家,而目前的约旦和西岸法塔赫相对温和,以色列只要条件不过激,法塔赫可能就会接受。 但是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可不是这样,哈马斯不会对以色列做任何让步,所以铲除哈马斯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,而以色列自然也希望美国支持以色列清除哈马斯。 至于以色列今后会不会承认巴勒斯坦,这是以色列目前不会考虑的,借美国的势力来完成对哈马斯的歼灭,是以色列的首要任务。 那么如果以色列赢不了,结局会如何?第一是虽然哈马斯的武装规模也就在四万人左右,但是进入地面战,在狭小的加沙,哈马斯对加沙的了解远远比以色列多得多。 如果以色列军队伤亡超过一万,届时以色列的压力会有多大,不要以为以色列的军事装备先进,就可以对哈马斯形成地面战的压倒性优势。 虽然以色列的陆军的确也对哈马斯形成优势,但是肯定没有空中优势那么大。 哈马斯手中有成千上万枚尖扛式火箭弹,甚至还有反坦克装备,更不要说单兵装备,就是靠伏击和以色列陆军打,以色列也不会全身而退。 可以说一旦以色列陷入战争泥潭,最终在卫权兼哈马斯的前提下撤军,那巴以格局就不会彻底改变。 第二是以色列赢不了,自然不意味着哈马斯能赢,哈马斯是铁定赢不了,但是只要不被全歼,哈马斯就可以再次东山再起。 甚至在看到哈马斯顽强的生存能力之后,外部力量会对哈马斯加强援助,中东势力格局已然恢复到战前水平。 这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,就打了个寂寞。 第三是以色列只要赢不了,伊朗的地缘影响力就会提升,也会加大叙利亚的自信。 这对于中东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也有有所改变。 可以说以色列只要发动了地面战,非但输不起还得达到最终目标。 如果只是要对哈马斯实现去军事化,实际上通过空袭基本就能做到了,地面战的目的就是全歼。 至少要在加沙北部对哈马斯进行全军事力量的清除,但是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直接参与,美国直接介入的可能很大,美国至少可以为以色列军队提供空中预警,甚至可以进行精确打击。 不过可以确定,美国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,援助以色列的可能性不大。 对于美国而言,这次打哈马斯美国做到目前的支持力度,已经是人之意境了。 如果以色列自己还是没有能力击溃哈马斯,那就是以色列自己的能力不足了。 如果打不掉哈马斯,美国或许也会要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做出让步,以达到巴以双方的长久和平。 对于美国而言,降低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冲突,就是在增强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。 美国在中东几十年的心血,就看最终巴以问题能不能顺利解决。 这个问题解决了,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就会得到满足。 至于伊朗,伊朗毕竟不属于阿拉伯世界。 只要阿拉伯世界不和伊朗抱团,对于美国的中东大战略就不会有致命影响。 美国国会大厦在18日被数千名抗议者包围,愤怒的人群甚至冲进了国会大厦内部,并且高举让加沙生存等海报标语,大喊马上停火的口号,组织此次抗议的团体声称,超过350人冲进了国会大楼内部。 他们要求美国做出表态,让巴以局势降温。 相关报道显示,这一次抗议示威本来是在美国国家广场进行的,但示威人群很快来到国会大厦门口。 而且这些示威者虽然声援巴勒斯坦,声援加沙,但是其中不少人却有着犹太人身份。 这些人穿着印有标语的T恤,强调别打着我们的名义,并且还强调犹太人支持停火。 其中有示威者也公开表示,他们就是犹太人,作为经历过种族灭绝的幸存者的后代,他们现在希望不要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事情。 其实从这一次犹太人也站出来,反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情况来看,就足以发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,完全是超出了自卫范畴。 其行为已经引发全球愤怒,只有美国还在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军事行动,或者说严格来说应该是拜登政府,还在无条件支持以色列。 然而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和平的情况下,拜登的行动明显是导致美国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,甚至就连美国的盟友,也都表态反对以色列的一些行为。 这种情况凸显的就是美国的孤立,现在就连犹太人都出来反战,也就给了拜登更大的压力,抗议者攻占国会大厦,这本身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,就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这场冲突了,美国应该停止煽动局势,巴以和平才是世界人民都想看到的结果。